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旅行 度假穿什么 我马上就要跟闺蜜去砍宽玩巴田 由于是独占行李箱 所以我可以带很多好看的衣服过去 所以今天就非常开心的来跟大家做这一期 第一套分享就是身上穿的这一套 是一个宽松的T配一个裙裤 那这件T今年真的是超级货 在很多明星的直播间里面都有出现 就是蜡肠犬的这个 那我这个是前几年买的是一个老款 它今年又出新款是一个剪笔画的 我觉得都很好看 像这种T就是你不仅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穿 然后平时在酒店活动的时候也可以穿 就特别的舒服 我下面配的这件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单品 蕾丝的裙裤 那怎么穿都好看 这一身穿出来想要有亮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中间积一个腰带 这样的话就可以凸显我们腰部的线条 像这种以白色为主体的搭配 就可以随便配包包还有鞋 那我这次旅游带的大部分的包都是这种帆布包 因为我们去年去坎坤的时候我闺蜜就被掏包了 就应该是在行李箱里面就被工作人员打开了 然后丢了一只几千刀的YSL的包包 现在我们出去旅游都会选择便宜的包包了 因为真的是不想再被掏包了 这次戴的首饰啦 墨镜包包我都会选择比较平价好看 丢了不心疼的 像出门旅行我都会戴这种自带布拉的小背心 为了吃了更多怎得增加点消耗 像我都会去健身房坐坐拉伸啊 或者居于铁什么的 尤其我们住的比较高端的酒店 都会有免费的瑜伽课 我觉得戴这种小背心非常的方便 这件是优衣裤的穿上之后挺显瘦的 而且不显富足 是属于功能性比较强 这件上衣是我挖到的穿上之后 就整个让我们上半身看起来很薄很纸片的一个上衣 本人真的是一个很厚的圆身子 而且在众多非常瘦的薄乳里面 我绝对算是最胖的 我妈说我就是那种看着可能不胖 但是因为是圆身 所以骨头缝里面都有肉的那种身材 那这件我穿上之后真的是显得巨瘦 而且我很不喜欢这种船领或者小高领的上衣 但这件穿上之后真的是超高级 而且显得很清冷的那种 因为它的剪裁真的是恰到好处的遮住了我胳膊 最胖的一个部分 还有腹乳 从视觉上显得你整个人很薄很窄 所以这件就可以搭配像亚麻的裤子或者是短裤 那我这次也会带两条亚麻裤 一个是印花的 一个是纯白的 搭配这件都超好看的 这件带荷叶边的小商衣 是我从试印买的 那我一直都没有给大家做一个试印的合集 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单品发挥很不稳定 那我买的这个呢 它其实是一个套装 是一个上衣配长裙 长裙真的是一言难尽 穿上之后很奇怪 但是上衣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不想去做一个合集 我怕大家买来之后吧 就是褒贬不一 可能有的人拿到的就觉得还不错 有的人会觉得 哎呀便宜没好货就踩雷了 所以呢就咱就不找嘛 我就挑我觉得特别完美 穿上一点都不踩雷的单品给大家分享 那这件穿上之后呢 就是显得我们金颈线条特别好 而且呢它可以搭配我这次戴的所有下装 是属于很百搭的那种 它的颜色是比较发黄的 象牙白还蛮显气色的 搭配各种饰品也特别的好看 裤子我搭配的是非常宽腿的阔腿裤 它的材质是天思贼垂坠 而且呢就很老钱很高级的一个感觉 那这件和我刚刚的黑色上衣 都是来自SDR 然后也是非常优秀的国货品牌 质量都是港港的 我发现就是有些单品吧 你可能觉得它其貌不一样 穿着就是感觉是基础款的样子 面料版型真的是无可挑起 穿上之后非常高级 这条裤子它的官配是一个同材质的上衣 穿上之后呢就是很通勤女强人范的 那对于我来说呢穿这种挺休闲的 我觉得就挺舒服自在的 所以这个裤子呢就可以搭配我所有的短袖上衣 特别显瘦而且很高级 去海岛旅行我是一定会戴白色亚麻裤子 因为它真的是太实用了 而且超级凉快 我最喜欢的搭配方式就是拿它配one piece的泳衣 这样就很方便可以随时随地的准备去泳池或者去海里游泳 去海边旅行不仅可以穿很有氛围感的连衣裙 其实也可以戴这种比较有意思的可以搭配的单品 因为像我衣橱里面连衣裙嘛就这么几条 我觉得反复穿就挺没意思的 像这种单品呢就可以跟不同的下装搭配 就搭配出不同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也是蛮好蛮有意思的 这件也是来自Estier的 它在我们妇乳这边做的特别好 就它是有一个收紧的效果 穿上之后不会让我们的妇乳胸部这块肉肉挤出来 穿上之后很显瘦版型特别好 Estier家的单品我穿的都是medium 我的身高166 而且是属于肩比较宽的原身 穿medium我觉得刚刚好就是很合身 而且也不会觉得比较卡我妇乳这边 所以这个size是很完美的 这件上衣也有长裙的版本 比较有氛围感 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像长一点的小上衣搭配裤子 这么一个穿搭风格的 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显腿短55分 就是很多很多人都不喜欢 所以像这个长款的连衣裙 我觉得也蛮值得入手的 尤其是它这个刺绣做的相当的好 就是质量什么的是没话说的 然后就是一黑一白两件短款连衣裙 先说这件白色的吧 因为这件穿上之后真的是非常的俏皮可爱 可以搭配像草帽或者是鱼肤帽 背一个菜篮子 从草边包可可爱爱的一个感觉 黑色这件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 更高级简约 而且它是简简单单一个款式 也没有刺绣 镂空比较显气质 适合逛博物馆或者是吃高级餐厅这样的活动 接下来就是四件realization pad的连衣裙 也是他们近期初的新款 那这个品牌真的就是掌管氛围感的神 就每一条连衣裙的剪裁印花都超级无敌的棒 我最喜欢 而且我觉得穿上效果最好的 就是这个大面积蓝绿印花的 这件呢它是一个真丝的材质 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真丝的连衣裙 因为比较难打理比较麻烦 但是这件穿上之后的版型真的是太美丽了 会显得我们腰特别的细 而且锁骨这块就特别的好看 这件的缺点也是挺明显的 就是它比较透 就比如说穿深色的内衣内裤的话 其实就挺see through的 但是吧怎么说呢 就法式性感吧 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所以我一般都会配稍微厚一点的 就是胸贴或者是肉色的内裤 这样的话就不会特别的明显 这件玫瑰连衣裙上身也超绝的 就是非常之性感 这个品牌非常懂女人 他们知道哪个部位该遮 哪个部位该露 所以这条穿上之后就是性感的一批 就是谁穿谁好看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它黄色那款 但是呢就是完全受庆了 一直没有补货 这两条格纹款式的连衣裙穿上之后 比较小清新 就是很有少女感 但是呢又有一丢丢复古 那这条短款连衣裙呢 它跟刚刚的玫瑰连衣裙 其实款式版型差不多 不过它是一个短款的 我觉得他们家短款长款的都挺好看的 这条连衣裙就比较适合搭配 戴一丢丢复古款式的凉鞋 那另一条是它这个蓝色格纹的 我觉得穿上之后也超好看 那像他们家出的格纹呢 我唯一没有买的就是红色那款 因为我从试印上买了一条平T 这条平T可能觉得诈一看还好 就真的是跟RealizationPod 可能80%的相似度 但是穿上之后的版型面料 就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首先它的颜色就不太对 它太荧光红了 我算是肤色比较白的 但是穿上这件真的是 衬得我的脸曲黑曲黑 蜡黄蜡黄的 一点都不推荐 整个这个领子开的太小了 一点都不遮妇如 就是把我的妇如 整个就是勒出来了 显得贼胖 所以呢 就不要去试印上 找任何RealizationPod平T了 我觉得真的是T不起来 除了印花款式的连衣裙 像这种波点的也非常适合海边 那这件是Isteer的 它质量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好 而且呢 它里面是内衬的 所以完全不会透 就不会像RealizationPod连衣裙 虽然很美丽 但是是个美丽废物 就它特别的透 这件呢它就完全不会 就挺了解我们国人的需求的 就我们不盲目的追求性感 实用是第一名 这件称上之后 就可以很好地遮我们的腹肪 因为它这边呢 是得个小花边的设计 正好会遮在我胳膊最胖的位置 它前面有一个小开叉 所以它不压个子 小个子也能穿的一条 分享一下我平时喜欢的泳装风格 我比较喜欢这种看起来比较复古 要么是比较小清新的那种 这件黄色桥纹是我最近新买的 就穿起来特别有80年代复古的一个感觉 那另一件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Reformation的这件 它是一个红色格纹的 就很法式的一个泳衣 这种类型的泳衣 都是可以当做一个内搭的上衣来穿的 就下面可以配短裤或者是长裤 这件黄色的cover up 是我从Free People买的 是一个长袖的 它既防晒穿上之后呢 又有那种可可爱的感觉 然后戴一个帽子 我就觉得整身搭配 看起来比较明亮活泼 鞋子我准备了四双 我会穿一双运动鞋 然后戴三双凉鞋 这两双呢是比较适合裙装的 这个是我介绍过的 7 or 9的 非常舒服的凉鞋 是戴一点点跟的 穿我这次说的 就特别长款的连衣裙比较合适 垫的高一点 就会显得我们头小一点 就更好看 所以这双凉鞋是一定会戴的 然后另一双是这个长得很像迪奥的两坨 是从Target买的 现在Target的凉鞋真的是已经是next level了 不仅有迪奥的平替 还有爱马仕的 就是各种大牌的凉鞋 你都能在Target找到 现在Target真的是变成了Tarche了 这双凉鞋就是属于穿起来不心疼 就哪怕是丢了 或者是掉水里了什么的 都不会心疼的那种 就也蛮百搭的 这双人字托是我一定会戴的鞋子 它超级舒服 而且我买的是这个金属色的 很百搭 穿上之后特别高级 它是戴一点点这种增高的效果 我觉得有个两厘米吧 就是有一种垫高高的感觉 它整个的设计 特别符合我们人体的结构 就是尤其是足弓这边 所以穿上之后真的是很跟脚 穿一天都不会累 特别实用的一双鞋 哪怕这次我所有鞋子都不戴 戴着一双我觉得也够了 这次准备的包包 都是平价又好看 而且很轻很能装的这种 因为墨西哥真的是我被偷怕了 所以准备的包都是属于不怕偷 就丢就丢了吧 就丢就送你了那种 所以这些包呢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尤其是这个豹纹的我超喜欢 去这种特别热特别晒的地方 我一定会戴各种各样的帽子 就是不同风格不同颜色的 我今天特别喜欢就是这种渔夫帽 戴绳子的特别方便 就直接可以挂在身上 也不怕丢不怕吹跑 还有就是棒球帽 这个每次都会戴 我这次又买了一顶红色的 就戴上之后就特别的俏皮可爱 草帽我准备就戴这一顶 他戴上之后就那种灯罩的感觉 就是蛮极简的挺可爱的 还有就是牛仔的渔夫帽 这个帽是我好多年前在日本买的 戴上之后有一点点那种潮牌的感觉 OK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类型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是给我留言 那也希望我的墨西哥Vlog能早些出来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